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伴着西汉王朝一起从鼎盛走向衰竭 关于我的故事 那要从八十年前我的母亲说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有人都到齐了吗 只有重方阁的李美人还没到 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美人 竟然这样不懂规矩 他包养在身 奴婢已经派人去催促了 就算是有病 也不该忘了自己在后宫的本分和地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美人 皇后 皇后起家 大人 大人 倒上 开始了 我先来 好 来 知道了 夫人 给你了 看着 看着 好 好 这一轮 点数最大的喝 喝 喝 喝啊 喝 好 倒上 我再来 这一轮 点数最小的喝 喝了 你输了就得喝 喝 喝 倒上 倒上 接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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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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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得喝 喝 喝 好 再来 再来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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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今天不胜酒令 不能再喝了 你不胜酒令 没事 没关系 依照酒令 你可以学斗爬 学斗爬 水 多笑 你趟 家狼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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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tor 好 好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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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哈哈哈哈 娘 你醒醒 娘 娘 你醒醒 娘 娘 你醒醒了 娘 娘 郑君 娘 你不能睡 睡了就醒不了了 娘 娘 娘 郑君 郑君 娘 你不能睡 睡了就醒不了了 郑君 娘听你的 郑君真了不起 直到今天 我仍然记得 母亲慈爱而忧郁的目光 轻轻地照拂着我的感觉 就像初春的阳光一样 和煦田净 又蕴藏着冷冽的寂寞 我 五岁的时候 我还不能了解 不幸的含义 许多年后 我才领略到母亲眼神里 那种入骨的苍凉 医术方面的考核 你已经及格了 至于最后的人选 是这边的公孙夫人 全权决定的 你抬起头来 你丈夫为什么修掉你 听说她丈夫同时娶了好几个妾室 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入宫 回夫人 能够服侍皇后殿下 是无上的荣耀 而这份荣耀 也是奴婢的自尊之所在 大将军夫人驾到 把你朋友城上 我们的指导 和皇后之袤有些 [(した 曼皇后 皇后殿下 康剑常乐无极 免礼 谢皇后 今日 你觉得身子怎么样 有无不适 要常请太医来诊治 大意不得 承蒙陛下关爱 姑 临产的日子越来越近 陛下还特意从宫外 招来这些女医伺候 皇后殿下真是好福气 陛下与你 一直都是琴瑟和谐 这也是设计之福 殿下 请允许我 讨考这些女医 好啊 我也正想见识一下 他们的本事 我问你们 有一种果实 平常人吃了大有弊异 可对孕妇而言 却极为有害 应当是何物啊 回夫人 是龙眼 为什么 龙眼 有补心安神 羊血 溢皮之功效 而女子怀孕后 大多阴血偏虚 阴虚 则容易产生内热 龙眼 肝温大热 因此 孕妇使用龙眼之后 非但不会保胎 反而容易出现腹痛 漏红等小产的征兆 阿妍 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啊 是啊 我们有多少年没见了 十年吧 你的样子一点都没有变 你也是 你怎么跟十年前 一模一样啊 你知道吗 我以为你 已经有三个孩子了 真的 嗯 我也有两个女儿了 是吗 我们都是做母亲的人了 怎么感觉那些事情 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 是啊 如果 再能回到从前 该有多好啊 阿妍 你过得好吗 挺好的 丈夫对我和孩子 都很疼爱 嗯 你呢 过得好不好啊 啊 在我进宫之前 我丈夫 把我修了 为什么 因为 对他来说 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女人 阿赵 别难过 我们现在进宫了 我相信 我们以后 一定会过得好的 啊 怎么就这么点 小贱人 你个小贱人 打死你 拿这么点钱啊 小贱人 打死你 就拿这么点钱回来啊 健身在刚刚进宫 上哪儿能那么多钱呀 这些钱 你是健身 一点一点攒出来的 而且进宫也需要打点 这些你是知道的吗 我不管 啊 啊 没钱我怎么送你啊 啊 送不了你 我怎么成功啊 啊 你个小贱人 小贱人 啊 这么多年 啊 我才当了一个卑微的 夜庭护立 啊 我不甘心 啊 放着这么好的 鞍池建的肥鹊 没钱打点 啊 你 你气死我了 啊 我保证下一次 一定 一定多拿些钱回来 还不行吗 我保证 我保证 你给我听个小贱人 啊 皇宫里 这么多的 贵夫人 你给我随便的巴结两个 你丈夫就飞黄腾大了 啊 好好好 小贱人 我答应你 我答应下一次 一定多拿些钱回来 我一定 母亲莫哭 母亲 我们离开这里好不好 这是个父亲 找不到的地方 姚儿 母亲哪儿都不能带你去 因为母亲一个人 要不活你 母亲可以给人看病啊 姚儿 除非你父亲休了母亲 不然的话 母亲是不会离开父亲的 姚儿会永远陪着母亲 现在还在姚儿里这么挺女的 你看 mache 这是什么 这个 是母亲在宫里面 想瑶儿想得不行的时候 母亲给你秀的 来 给你戴上 喜欢吗 喜欢 瑶儿啊 你放心 母亲跟你保证 母亲 以后一定再也不会让你 过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 好不好 你们既然进了宫 就要一心一意地做事 服侍皇后殿下 容不得一点差错 知道吗 是 根据你们的表现 会有不同的赏赐 优秀的人 还可以留在宫中担任女官 所以 你们也应该在医术上 勤于精进 是 你们两个 上次回答出了我的问题 理应得到奖赏 说吧 你们想要什么 谢大将军夫人谈爱 通晓医理 是医者的本分 奴婢不敢奢求任何赏赐 那你呢 奴婢斗胆 想要一些钱 给她一亿黄金 谢大将军夫人 我的信条是 越是有胆识的人 越是先得到奖赏 没进宫之前啊 还一直都认为 进了宫的人 就可以锦衣玉石 风光无限 可进来之后才知道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啊 就像在针尖上行走 总是提着 就拿给皇后福养 这个事来说吧 救够我们老累伤神的了 阿赵 你怎么了 没怎么 我只是被热气熏倒了眼睛 想孩子了吧 有好几次宫中目休的时候 我偷偷地溜回了家 可是在家门口 我却没敢进去 我怕一进去 我就再也不想回到这里来了 要不这样吧 我可以替你去看看他们 或者给他们买点东西 你可以做些东西我给他们带去啊 好 那我就做一些饼儿 你给他们带去吧 好 我说女人啊 除了可以依附丈夫和孩子 还有什么可做的呢 那你不觉得 有人疼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吗 阿颜 你怎么洗澡还穿着衣服呢 我习惯这么洗澡 阿颜 你后背上怎么有伤啊 我是摔的 是不是你丈夫 阿颜 我们不是朋友吗 有什么事情你不可以跟我讲呢 阿赵 我说不出口 以脉象来看 我的病究竟如何 夫人之脉 福尔锦 病在太阳 自汗不止时时发热的症状 则是荣味不合所致 不要紧的 那我应当 那我应当怎样调理呢 奴婢为夫人 开一幅贵汁汤 坐以热粥 卧床休息 待内热散尽 病症便可消节 听公村夫人 夸奖你们二位 在女医中表现最为出色 果然不负我的期望 这次 有劳你们了 一会儿 我带你们参观一下 刚刚建成的庭院 谢夫人 在我们这将军府 亭台楼阁 水泻曲桥 在整个长安城 都是数一数二的 每次漫步在庭院里 你看 都让我心旷神怡 贵府景色之优美 比起皇宫 也不遑多让 是不是大招 等你们 到了我这个年纪 就知道 享乐是女人一生中 最需要抓住的一件事 这辈子 哪怕能有这花园的一角 奴婢也知足了 你认为呢 回夫人 奴婢只知道 弑君 敬其事而后其时 享乐的事情 奴婢还不敢妄想 说得也是 夫人 那位美人是谁啊 那是我女儿 成军 淳于夫人请留步 大将军 大将军夫人有请 还有什么事啊 奴婢不知 要不我在门口等你 不用了 你先回去吧 我估计 也没有什么大事 也就是问一些医药的事 嗯 拜见夫人 你们退下吧 你们退下吧 听说 你和你丈夫的关系 不甚如意 回夫人 我们一直很恩爱 我听到的传闻 恰好相反 淳于赏是个粗人 不仅不懂得 怎么疼爱自己的妻事 反而有时候拳脚相加 其实我也是个女人 知道男人有时候 是多么的不讲道理 他们把粗暴 当成是一种强权的炫耀 请夫人饶恕 我不怪你 不过 作为过来人 我倒想给你一个忠告 请夫人指点弥戒 你需要让你的丈夫满足 给他最大的渴望 这样你才能过得好 夫人 奴婢有一事相求 请夫人成全 何事啊 奴婢的丈夫 一直想求得鞍池剑一支 所以 鞍池剑 确实是个废阙 前几日我娘家的表签 还上门来求过这门差事 你说 我先考虑谁呢 夫人 奴婢求夫人了 奴婢也真是没什么靠山 才敢敢跟夫人讲的 我明白你的处境 让人同情 我也很想帮你 可我 也处在烦恼之中 如果 你愿意帮我解忧 那事情就不一样了 奴婢能帮上夫人 那夫人尽管说呀 只要奴婢办得到 赴汤蹈火在所不息 那好 我希望你 帮我办一件事 待事成之后 你们一家 都有想不尽的荣华抚慰 夫人请讲 我要你 帮我杀了皇后 夫人 夫人 说什么 杀了皇后 奴婢不懂 请夫人 你也看到了 我有个美丽的女儿 作为母亲 我比谁都希望 她得到天下最好的归宿 可惜 许平君那个贱人 杰族先登 上了皇后的宝座 她只不过是个 报氏色夫的女儿 怎配贵为皇后 只有把她推下去 才能为我的女儿 把宝座腾出来 夫人 夫人 奴婢愿为夫人做任何事 可奴婢不敢杀人 更不敢杀皇后 那是死罪 救夫人 饶了奴婢 饶了奴婢吧 求夫人 从听到此事开始 你就已经是死罪了 你以为 不答应我的命令 就可以活着走出去 夫人想杀奴婢 奴婢只好认命 但奴婢 一定不会妄杀无辜 我刚才正说了一半 我听说你有两个可爱的小女儿 不如改天一起带过来玩吧 奴婢 答应 奴婢全都答应 只求 不连累我的女儿 很好 我们都是母亲 爱女之心 也是一样的 可是皇后服药 防范严密 奴婢 哪有机会下手啊 女人生产 距离死亡 只有一步之遥 现在皇后怀孕又有病 正是下手的好机会 只要你想办法 让她死得自然 就天衣无缝了 这件事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别哭了 你现在可以告退了 以后 你就是安持剑夫人了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给你 谋得 按支剑一支 砸我一下 砸我一下 砸我呀 我 你 娘 你为什么不睡 来 来 娘再想一些新事啊 什么事啊 姚儿啊 有的时候 人为了保护好自己最重要的东西 也许会做一些魅良心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去这么做的话 你就会变成鬼魅了 知道吗 那是好吃吗 没有好坏之分 可有的时候 你要不去这么做的话 就连生存的机会也没有了 为了姚儿 娘变成鬼魅 也没有关系的 你们都跟着我 撇拳器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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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夫人 请你赶快过去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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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皇后殿下 请你用药 此药可以帮你顺利担下龙胎 皇后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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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妨直说 怕是殿下和龙胎 只能保其一了 若是男孩 他将成为大汉的太子 跟太子的性命相比 孤九龙 萤火般渺小 无论如何 提供保住龙胎 皇后殿下 决心已定 皇后殿下 皇后殿下 帮我救救我的孩子 皇后殿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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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 我 你 你 我 皇后皇后 普天之下 同放悲声 太医方才已经禀报 皇后 是死于产后血崩 若是他们因此而获罪 朕是有为 陛下人德之名 臣 霍光 恳请陛下 饶恕他们 这是名贵的葡萄金 和洒花铃帽 一瓶就价值万钱呀 这是走猪吧 这可是新一堆无价之宝啊 这都给我了 你的见识倒不错 这些东西 足够你们一家下半生衣食无忧的了 谢夫人 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夫人 奴婢 还有一事相求 你很想要什么 奴婢 想借夫人的监鱼一用 送奴婢风风光光地回家 准 谢夫人 让一让让一让啊 来来来 这边 这边请 这边这边 放那边 快快快快 帮你抬 鞋儿 相公 あ 不然呢 可 tav 多亏夫人 我想请问一下단夕二 mechanism 怎么走 啊 在那边 多谢啊 来 乖 去那边玩吧 阿赵 刚才 是你的两个女儿吧 阿颜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 你住在东安市的巷子里面 怎么突然搬到这 达官贵人住的崇尚里来了 阿颜 看来你的日子过得很惬意 我也只不过是表面看得过去罢了 你丈夫生了安池剑吧 男人生了官之后 心就更不在家里面了 还好 对他也没有什么可指望的 阿颜 我有话对你讲 那我们进去说吧 你们下去吧 阿颜 阿颜 皇后 是你下毒毒死的吧 阿赵 你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想法呢 你再跟我说笑话吧 如果不是 你为什么不敢正视我 阿赵 难道连我你都不了解吗 从小 我连一只小小的蝼蚁都不敢踏足 我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去杀人呢 我也不相信 昔日那个善良的阿颜会变成这样 知道 我识到了这个 赵 监 能致产妇与死 那你为什么不去商榜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 我也不用跟你辩白什么了 听堂的东西 你可以取走一半 我不会做你的帮凶的 但是如果你执迷不悟 我就会去商榜 你以为你不是帮凶吗 你别忘了那天 是你亲手为皇后喝的药 爹 好 就算我做了帮凶也好 我也要把一切都说出来 我不会像你这样昧着良心 不要逼我 不要逼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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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我 好 好 我 不但我自己的性命难保 就连我女儿 她也要加害 我自己的性命我无所谓 可是我为了我的女儿 我宁愿变成鬼妹 阿赵 你也是一个母亲 你应该可以明白的 当女儿受到威胁的时候 母亲该做些什么 你回答我 你回答我呀 无嗨 阿赵 阿 heartbeat 阿